大家好,欢迎来到我们的明镜评论节目 今天我们要挑战一些奥运会上的不当行为和对奥运精神的背离 首先,现代奥运会的创始人皮埃尔德 顾拜但难觉得理想是强调奋斗和努力,而不是仅仅追求胜利 然而,加拿大撑杆跳高运动员爱丽莎扭曼在赢得铜牌后通过扭臀舞 一种带有性暗示的舞蹈来庆祝 这种行为是否符合奥运精神 另外,纽曼还是OnlyFans账户的拥有者 这种在线性网站是否贬低了他和其他运动员的成就 这些行为是否让奥运会失去了应有的尊严 另外,亚利安娜·蒂特穆斯在巴黎奥运会上取得了惊人的成就 但他却抱怨圣丹尼斯奥运村的条件不适合高水平的表现 这是否真的影响了他的表现 请大家继续收看详细内容 正当爱丽莎·纽曼在法兰西体育场上演她的扭臀舞庆祝时 皮埃尔·德·顾拜代男爵若在天有灵 或许会痛心疾首 这位现代奥运会的创始人曾深信 生活中重要的不是胜利而是奋斗 重要的不是征服而是奋战的好 如今,这一理念似乎在某些运动员的行为中已被遗忘 当加拿大撑杆跳高选手爱丽莎·纽曼在赢得同牌后 选择以扭臀舞这一代有性暗示的舞蹈来庆祝时 BBC评论员严肃地说 我不确定这是否合适 这或许也代表了皮埃尔男爵的看法 爱丽莎刚刚跳过了4.85米 这一成就确实值得庆祝 但她的方式却引发了争议 金牌得主澳大利亚的妮娜·肯尼迪喜急而气 但她的庆祝并未让一半的观众感到不适 爱丽莎的行为仅仅是一场轻松的玩笑 一场欢乐的爆发嘛 实际上,她是几位拥有OnlyFans账户的奥运运动员之一 这个在线性网站的内容往往与成人有关 爱丽莎的这场扭臀舞表演无疑有助于提升她账户的业务 然而,这种庆祝方式是否未免太令人沮丧 许多运动员拥有美丽的身体 这些身体经过多年艰苦训练 展现了巨大的自律和奉献精神 然而,当运动员选择迎合部分观众的性幻想时 这无疑是对奥运会尊严的损害 爱丽莎的行为不仅贬低了她自己的地位 也贬低了其他运动员的地位 她或许会辩称OnlyFans网站是增加收入的有用手段 确实,她并不是唯一使用该网站的人 汤姆,戴力的跳水搭档诺亚 威廉姆斯和另一位跳板运动员杰克·劳赫也在那里发布图片 内容从全身穿衣的照片到性露骨的内容不等 然而,这些交易并不像与性相关的网站那样肮脏 奥运会始终被人们尊敬 最初它是一个宗教节日 运动员不仅为了自己的荣耀而竞争 还为了他们国家的荣耀 这种精神在现代奥运会中仍然存在 要感谢皮埃尔男爵 他坚持奥运会应该是业余的 并非赚钱的手段 不过,他也承认 参赛者,特别是贫困的运动员 可能需要补偿他们因参加比赛而损失的收入 减轻运动员的经济负担是为了将重点重新放在运动上 而不是让参赛者通过性挑逗来增加收入潜力 艾丽莎,纽曼的行为为那些想成为她的小女孩们 树立了一个非常糟糕的榜样 她仍然可以向她的东道主和队友道歉 这样做或许能挽回一些失去的尊重 与艾丽莎形成鲜明对比的 是澳大利亚游泳选手亚利安娜·蒂特穆斯的故事 在巴黎奥运会上 蒂特穆斯在400米自由泳项目中夺得金牌 击败了历史上最强的竞争对手之一 并在4X200米自由泳接力赛中再次夺金 此外,她还在另外两个项目中获得了银牌 然而,蒂特穆斯并不满意 在与记者交谈时,她抱怨圣丹尼斯奥运村的条件 并不适合高水平的表现 并似乎将其归咎于自己 未能打破400米自由泳世界纪录的原因 奥运村的条件是否真的影响了运动员的表现 这仍然是一个有待探讨的问题 尽管如此,蒂特穆斯的抱怨反映了运动员 对比赛环境的高度要求 随着奥运会规模的缩减 这些问题变得更加突出 根据《经济学人》报道 缩减规模的奥运会仍然能够成功吗? 这是组织者们需要回答的问题 在这个矛盾的背景下 我们看到了两位运动员的不同选择 爱丽莎·纽曼选择了以纽屯舞来吸引注意 而亚利安娜·蒂特穆斯则选择了公开抱怨比赛条件 这两种选择都引发了讨论 反映了现代奥运会面临的种种挑战 皮埃尔、德、顾拜代男爵或许无法理解 现代奥运会上发生的这些事情 但他的理想依然存在 在这个全球化和互联网充斥的世界中 运动员们需要更加谨慎地选择他们的行为方式 无论是庆祝胜利还是表达不满 他们都应该记住 奥运会的精神是生活中重要的不是胜利 而是奋斗 奥运会的未来将会如何发展 这是一个值得我们深思的问题 在这个过程中 运动员们的行为将会对奥运会的形象产生深远的影响 我们希望看到更多像亚利安娜·蒂特穆斯这样的运动员 他们不仅在体育场上展现出色的表现 还能保持奥运会的尊严与荣耀 请大家继续收看节目第六度百科 对关键内容进行背景介绍 奥运会是世界上最具有影响力和历史意义的国际体育赛事之一 代表着国际间的体育合作与和平精神 然而近年来 奥运会上的一些行为和做法引发了广泛的争议 尤其是在某些运动员的庆祝方式和利用社交媒体平台方面 皮埃尔德·顾拜旦男爵是现代奥运会的创始人 他的奥运理想强调的是奋斗与公正竞争 而不是单纯的胜利 他相信奥运会应该促进国际和平和理解 体现出体育运动的纯粹精神 然而 这些理想在现代奥运会中有时会受到挑战 例如 加拿大撑杆跳高运动员爱丽莎·纽曼 在赢得铜牌后 进行了具有性暗示的纽囤舞庆祝 这种行为引发了广泛的争议 这些行为被认为不符合奥运会的精神 甚至被一些人视为对奥运会尊严的损害 此外 爱丽莎 纽曼和其他一些运动员 利用OnlyFans这类平台来增加收入 这也引发了道德和价值观上的讨论 OnlyFans是一个在线平台 允许用户通过订阅费用观看内容 这些内容从日常照片到成人内容不等 一些人认为 这样的平台贬低了运动员的专业形象 和奥运会的尊严 因为它将纯粹的体育成就 与性化的内容混味一谈 这种做法被认为与古希腊的运动精神背道而驰 因为古希腊运动会强调的是 对身体和精神的双重锻炼和尊重 然而 这些行为也反映了现代运动员 在社会经济方面的压力 现代奥运会运动员 常常面临巨大的财务压力需要找到多种方式来支持自己的训练和生活成本 只有少数顶尖运动员能够通过赞助和奖金来维持生计 这使得像OnlyFans这样的平台成为一些运动员的收入来源之一 这种现象引发了对现代奥运体系的质疑 是否需要更多的支持和资源 来保证运动员能够专注于训练和比赛 而不必依赖其他手段来维持生计 在缩减规模的奥运会是否仍能成功的讨论中 经济因素和基础设施条件也成为焦点 例如 澳大利亚游泳运动员亚利安娜·蒂特穆斯 在巴黎奥运会上的表现令人瞩目 但他对圣丹尼斯奥运村的条件表示不满 认为这影响了他的比赛表现 这反映出 奥运会的成功不仅取决于运动员的表现 还取决于赛事组织和基础设施的质量 总的来说 奥运会上的不当行为和经济压力 反映了现代奥运会面临的复杂挑战 如何在保持奥运会精神和价值观的同时 为运动员提供更好、更公正的支持 仍然是需要解决的关键问题 这不仅涉及到运动员的行为规范 也涉及到奥运会的组织方式和经济模式 奥运会需要在传统与现代之间找到平衡 以确保其持续的成功和影响力 欢迎大家进入六度探索的辩论环节 我们从正反两个角度对本节目进行辩论 请出我们的辩论高手楚天书、谢琪琪 我是楚天书 我是谢琪琪 大家好,我是楚天书 在这篇文章中 作者指出奥运会运动员在奥运舞台上做出不当行为 特别是加拿大的撑杆跳高运动员爱丽莎纽曼 皮埃尔德·顾拜旦曾说过 奥运会的精神是奋斗而不是胜利 而纽曼的扭臀舞 无疑是对这一精神的背离 是对奥运会增严的损害 我认为 奥运会是一个展示国家和运动员风采的平台 纽曼这样的行为会影响观众对奥运会的观感 甚至可能让小朋友们误解了什么是体育的真正价值 大家好,我是谢琪琪 嘿,楚天书 你是不是有点过于严肃了? 运动员在取得成就后 有权利用他们自己的方式庆祝 这也是他们个人风格和性格的展现 爱丽莎的扭臀舞 也许有些人会觉得不合适 但这并不代表他没有体育精神 再说了 古希腊的奥运会可是很开放的 运动员都是裸身参赛的呢 说到OnlyFans 这只是运动员的一种收入手段 与其他赞助交易没有本质区别 毕竟 运动员也需要生活费用 这并不应该成为批评他们的理由 谢琪琪 虽然运动员有权利庆祝 但庆祝的方式应该与奥运会这个平台的精神相符合 你提到古希腊的奥运会确实是裸身参赛 但那时候的社会文化背景与现代完全不同 今天的奥运会是一个国际性的盛会 代表着和平、理解和友谊 运动员作为国家代表 应该注意自己的行为 不应该通过让人不适的方式来引起关注 至于OnlyFans 他与其他赞助交易不同的是 他涉及性暗示 这与体育精神格格不入 哎呀 楚天书 你真的太一本正经了 奥运会难道不应该也是一个庆祝和快乐的场所吗 每个运动员都有自己的庆祝方式 这也是他们个性的一部分 再者 爱丽莎的扭屯舞并没有违反任何规定 这只是她表达喜悦的一种方式 而OnlyFans上的内容也是她的个人选择 只要符合法律规定 谁又有权批评她呢 运动员的收入来源多样化是时代的趋势 我们应该尊重她们的选择 而不是道德审判她们 谢琪琪 我并不是反对庆祝 而是认为在公共平台上应该有一定的自律 奥运会是一个全球性的舞台 运动员的一举一动都受到全世界的关注 这不是普通的娱乐场所 而是一个传递正面价值观的场所 爱丽莎的行为可能会给青少年传递错误的信息 让她们以为仅靠外在表现就能成为焦点 最后,关于OnlyFans 这确实是运动员的个人选择 但这种选择很可能会损害她们在观众心中的形象 进而影响整个体育界的声誉 楚天书,别这么严肃嘛 体育精神不仅仅是奋斗和胜利 还有快乐和自我表现 爱丽莎的庆祝方式或许有些人不喜欢 但这也无妨 每个人都有自己的选择和表达方式 至于OnlyFans 这只是一种增收手段 并不会损害她的运动成就 说到青少年的影响 家常和教育者应该负起主要责任 教导孩子们正确理解什么是体育精神 而不是全都怪在运动员身上 生活嘛 要多点包容和理解 你说呢 你不懂 谢谢大家收看六度探索 这是一个由科学家 经济学家 媒体人 工程技术人员合作建立的新型媒体 网友与六度AI参与 合作完成各种内容 这些内容不能作为任何决策或法律的意见 这是一个新型的试验性媒体方式 我们希望得到大家的支持 修正错误 网友可以参与讨论 也可以向万能的六博士提出你能想出的任何问题 六度世界网址是六度world 请介绍给你的亲朋好友 希望您能使用这种椅子提出你往后 最后一走顿正部 莴体墙也没有